我要透過質詢的方式 把我要問的問題問出來 你不能干擾我 你用問題 你問過人家主婦 問過人家主婦 你主婦也說要緩攻大陸 或者是 你媽媽都沒有這樣 或者是叫什麼叫 不必再查 像這種當然就是 我覺得當然就是反質詢 因為我在質詢 你怎麼可以來指導我做什麼事呢 我們的這一條的立法精神是什麼 立法精神就是 我們不能夠讓官員透過一些話術 去干擾我的質詢 這個跟那個律師所提出來的說 當然是中國驕傲 難道不是嗎 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難道不是嗎 其實他是有回答的喔 他是有回答的喔 他其實幾乎答案已經 答案已經出來了 對啊 所以我說這回到小學生兇死 所以我覺得那個律師舉的例子 其實他只是為了酸而酸 其實他舉的 他就是為了酸翁曉玲 但其實他舉的這個例子蠻爛的啦 中國的部長 請問 布蘭是什麼人這句話 是不是反質詢 反質詢呢 是我國法治上已經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用語 如果還有人不明確的話 可能是自己的法學素養有問題 這個蘇院長說 在那叫什麼 好 我這邊聲音被關掉 你媽媽質詢都沒有像你這樣 大家覺得 這是我們可以接受 行政官員對立法委員適當的回覆嗎 官員如果可以不到場的話 難道是要對空氣行使執行權嗎 請問部長 數位身份證到底在搞什麼鬼子 提供資料 部長說 沒有問題 報告委員資料我們都提供了 但是射擊秘密 所以我們通通塗黑 難道比國防部還要黑嗎 照相關機關的說法 看起來是只要立法院 民進黨黨員發動抗爭 造成意識混亂 然後接下來呢 發生了打架的衝突 所以呢 就會有查詞 那相關的法律就都無效 如果這樣的主張成立的話呢 我們中華民國以後所有的法律 恐怕都不會有效 好 諸位大法官也常常需要機會來討論 到底法律是有效還是有效 那最後我們想要也 好 這張圖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這張圖其實很好笑 那我們先就前面那個爭論 那這個圓圳你怎麼看 就說 對方派出來這個律師 哇 很好說 其實他的說法就很簡單 說我是釐清問題 我哪是反質詢 反質詢和釐清問題 有很根本性的差別 他是不是中文有問題 什麼是反質詢 就是你不按照你被答詢的時候 做的行為都是反質詢 你怎麼看他這邊爭論 我覺得那個律師 當然有點滑動取寵 因為如果說你只是說 要把法律問題好好討論的話 我覺得不會舉那個 他舉那個例子 他舉那個例子就是想要 他認為在刷翁曉玲 因為翁曉玲不是在那個 林陽佩得到冠軍之後 說這是中國人的驕傲嗎 翁曉玲的意思是 中華民國嗎 華人的意思嗎 但是當然綠的不會這樣覺得 綠的覺得說哇 你怎麼在幫對岸加油 所以這個律師就有點滑動取寵 就用了這個綠的這個梗 故意用舉這個例 然後舉這個例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例子有點遜 因為他在講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部長 接受質詢的時候 提到就是說 這當然是中國的驕傲啊 難道不是嗎 他就問說那難道不是嗎 這個是反質詢嗎 當然不是我覺得這不是 我覺得因為難道不是嗎 這只是一個疑問句 我覺得就是一個 與助詞的疑問句 而且你要看主題啊 對啊看主題啊 我覺得反質詢應該 應該就是說 他有他透過問題的方式 干擾到這個質詢的回答嘛 那你說那個部長 就是以他的舉例的部長說 他當然是中國人的驕傲 難道不是嗎 他有沒有干擾到這個問題回答沒有 因為他的回答是很明確的 他就是認為是中國的驕傲 他沒有說用了 像蘇貞昌一樣說叫什麼叫不必去查 你媽媽沒這樣 蘇貞昌用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這個東西雖然不是用問句結尾 可是他就是在干擾這個質詢 我覺得 我覺得什麼事情都是要回到那個 立法的目的跟精神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玩到 小學生修辭學了 就是反問激問疑問 這事也要來探討一下 他就是這樣嘛 那我覺得本來好 本來法律 因為那個律師他的策略是這樣 就是他故意要一直去挑戰說 那這個反質詢 法律不明確 然後只要 只要不明確 通通都是違憲 他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 學法 學法的人都知道 法律本來就 就有一些抽象概念 本來就是有抽象概念 因為他如果說要把每個事情 都寫著據姓名儀 很多事情 很多法律是寫不出來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在刑法上 像我們最近有 因為我最近修一個法 我最近修一個法 我特別去研究刑法 我修這法的內容就是說 如果說有什麼性侵 有什麼什麼 有在犯之餘的 在犯之餘就要公佈姓名 我的修法是這樣 那時候我就在跟我的助理討論 我說有在犯之餘誰認定 什麼叫有在犯之餘 那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寫清楚 什麼叫在犯之餘 後來我們就去查資料發現 其實在刑法上面 很多都是直接寫有在犯之餘 如何如何如何 好那我就問 什麼叫有在犯之餘 你是不是就是 假設要像 他們在質疑那個 什麼叫反之群 寫著巨細迷遞的話 那我寫說有在犯之餘 這樣不可以 我必須要很清楚的定義 什麼叫有在犯之餘 什麼情況下叫在犯之餘 那這法律寫不完 寫不完 所以法律原本就是有抽象概念 那那個抽象概念 就是要回到立法的精神跟目的 我們的這一條的立法精神是什麼 立法精神就是 我們不能夠讓官員透過一些話術 去干擾我的質詢 因為我的質詢就是要 質詢叫做質問跟責難 對 就是我要透過質詢的方式 把我要問的問題問出來 你不能干擾我 比如說你故意問候我媽媽 或者是 或者是你用問題 你問候人家主婦 問人家主婦 你主婦也說要緩攻大陸 或者是 你媽媽都沒有這樣 或者是叫什麼叫 不必再查 像這種當然就是 我覺得當然就是反諮詢 因為我在質詢 你怎麼可以來指導我做什麼事呢 這當然就是啊 這個跟那個律師所提出來說 當然是中國驕傲 難道不是嗎 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難道不是嗎 其實他是有回答的 他是有回答的 他其實幾乎答案已經出來了 對啊 所以我說這回到小學生兇死 所以我覺得這個律師舉的例子 其實他只是為了酸而酸 其實他舉的 他就是為了酸翁小玲 但其實他舉的這個例子蠻爛的啦 可是我看今天綠媒各種嗨 因為袁志祺也很常上綠媒嘛 就某三字頭的 今天就把那段結出來 然後在那邊嗨說 你看翁小玲成為焦點 爭論焦點 然後甚至那個 你看那個綠營的學者 又出來講話了嘛 是不是 有翁小玲在我們沒有國家 那個 那就他們同溫層嘛 我覺得他們再怎麼樣 翁小玲今天就算講 1加1等於2啊 他們同溫層都會覺得 翁小玲在亂講了 1加1怎麼會等於2啊 1加1怎麼會等 1加1等於亡 怎麼會等於2啊 哈哈哈哈 烏克蘭有12萬公里 對對對 所以 赤到了4倍 只要是翁小玲一站出來 他就是不應該的啦 這個這個 歐小玲的存在極為錯誤 對對對 存在極為錯誤 所以同溫層的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就尊重他們 尊重他們 對 我覺得昨天這個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點是 你會看到民進黨的 這一個方向上的辯論 也就算了 可是連大法官都在那邊說文解字 嗯 就法律有一個原則 剛才其實原子提到一個關鍵 就是你不可能 每一個字都在那邊示意啊 對啊 你一定要從實際的例子 我看不管是 呃這個就是來這個國民黨 或民眾黨這邊 在回答的時候 不管是律師的回答 或者是訴訟代言 像黃國昌他們的回答的時候 其實都很窮實的去 就實際例子在回答 因為我們就知道 討論法律一定要討論判例 而且要討論實際狀況 可是我發現民進黨 他們這邊全部都給你舉例 有這種討論法律的方法嗎 沒有 因為那個法律就是要適用 通常通常修法是這樣嘛 就是說 我們遇到了什麼問題 遇到什麼問題是現行法律 我們要解決的 所以我們透過修法 讓這個問題可以透過 透過一定的解決 這個是修法的目的嘛 那所以當然今天 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舉出一些案例 案例來解釋說 這個法律應該要怎麼適用 而且有的時候是類推適用 不能架空 對 不能架空 那民進黨現在的策略 因為他們是先射箭再畫法嘛 反正我就是覺得說你違憲 我就是要說你違憲 然後所以我就找一大堆理由 那他說你違憲的原因是 他很尊重中華民國憲法嗎 所以說我要守住憲法 憲法不容侵犯 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 是這樣嗎 不是嘛 他們其實他們骨子裡 是很瞧不起中華民國憲法的嘛 他們甚至認為中華民國 存在就是災難嘛 災難嘛 賴清德不是參加過這個自憲會嗎 那就是關於中華民國的存在 不利於台灣的團結啊 我跟你講 民進黨對於憲法的尊重是跳動的 他們某種情況之下 他們是看不起憲法 舉例來講 譬如說馬總統不是常常講一句話嗎 他說兩 蔡英文講說 或者是賴清德講 兩國互不隸屬這個事情是 是違憲的 是違憲的 應該是兩岸互不隸屬 因為在我們憲法架構底下 就是分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嘛 這兩個地區互不隸屬 因為在我們架構 這是符合我們憲法的規範嘛 那為什麼兩國互不隸屬 是因為在我們憲法裡面 根本沒有 不符合我們憲法的架構 好 那這個時候 民進黨會怎麼說呢 民進黨就說 那就是因為憲法脫離現實啊 所以這個憲法不對啊 好 那我們就會說 那你修憲啊對不對 或者是你把陸委會廢掉啊 憲憲但做不到啊 憲憲做不到 所以他就可以把他的意識形態 超越憲法 這個時候就不用守憲了 自己跳躍 對 他就可以不用遵守憲法囉 就可以不用遵守憲法囉 然後現在呢 哎呀我 那你們修法是違反憲法 我們是要做憲法的守護者 你們是毀憲亂政 你自己之前 你就可以隨便解讀憲法 然後說 然後現在你又說憲法很重要 所以我跟你講 憲法對於民進黨而言 那個就是個工具 就是我需要他的時候 我就說不能回憲 我不要他的時候 我就罵憲法不切實際 哇 這講句難聽一點 對啊 他是不是把憲法當成 這個特殊工作者 需要的時候玩一玩 不需要的時候說他好髒 就是啊 這好噁喔 民進黨的事實上 超渣耶 連那個什麼 憲法是災難都講得出來 那如果是憲法是災難 你現在幹嘛申請大法官釋憲 對啊 好 釋憲完之後違憲 然後對你來講 憲法是災難 那違憲又怎麼樣 我說以他們標準來說啊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不要再嚴了 民進黨從頭到尾反對國會改革 就是不想被監督啦 就是說如果有國會改革法案 開玩笑 官員以後 譬如說李子哥 你是官員 我的立委我在質詢你 當我問到點的時候 你這個已經講不出來的時候 被我打到弊案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好不必再查啦 你媽都沒這樣 然後西路跟我吵架 吵了五分鐘 我這個質詢就結束了 然後那個質詢就廢掉 他們就是要這樣嘛 就是不要讓 不要讓立委可以好好的去質詢 去監督啊 但是他們也太誇張了吧 你調查權不給 你天贊權不給 然後你連質詢權都要沒收嗎 他就是這樣啊 越來越可惡耶 那這要立法院幹嘛 立法局就算啊 立法院改成立法院啊 上一屆 更誇張嘛 因為上一屆 我們國民黨人比較少嘛 又有蘇貞昌 又有蘇貞昌嘛 三十個人嘛 他覺得 他覺得 你對我完全不可奈何 我們現在因為 藍跟白加起來有過班 所以這個會期是預算會期 對 預算會期他們就會稍微 乖一點嘛 因為你如果太 你如果怎麼樣 我們可以透過預算 三預算的方式去監督你嘛 而且三預算應該沒辦法判違憲了吧 沒辦法 那也可以抹紅 對對對 就我說他國防預算如果亂編 亂編 妨礙國家國防出賣台灣 對 他預算可以先亂編 然後你去凍結叫他說明預算 他就會說哎呀你看你看 你又在亂刪 他們會認知作戰啊 但是他沒有辦法 阻止我們三預算 可是他們會搞認知作戰 可是他們就明知馬上 要這個省預算的會期要來了 他還這樣幹 他們是完全不管了 還是說我 反正我就當作沒有明天 對 我今天就把他幹死 就是 就我我就講嘛 他們應該準備好認知作戰啊 哦 你就準備好認知作戰 比如說 之前你記憶一下 有時候國防預算亂 隨便編嘛 立委也不是三 只是要他過來 就是說凍結 凍結 就你只要說明就幫你解凍 對 他們就會說你在擋國防預算 你擋國防預算就是中共同路人 那譬如說我是教育委員會的嘛 教育部預算有沒有可能亂編 當然有可能亂編嘛 那我如果說要求他 你這個說明清楚 葉原資在擋教育 他們現在就是要玩這一招 一定是這樣嘛 一定是這樣嘛 對 看了你真的誰有心的 對 對 文化 你看那個文化部對不對 文化部補助什麼 臨日攻擊對不對 補助了七千多萬 對 對不對 我如果說 我如果掉資料 你到底補助哪一些 一定很多嘛 你給他凍結 我給他凍結 說明清楚 為什麼要補助他七千多萬 葉原資在擋文化 他一定說葉原資騎士 台灣本土意識 我跟你講 他們這個 他們這個也是跳動的 他們也是這個跳動 就是像我最近 我最近在打一個議題嘛 因為 我們現在看奧運 就是很不普及嘛 對啊 我看不到 大部分 大部分都看不到 以前都看得到 現在看不到嘛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我們的體育署 有補助八千萬給愛爾達 對 但是因為愛爾達比較 大部分的沒有訂愛爾達 而且愛爾達一般 但第四台沒有對不對 要去奧運才看得到 所以大部分人看不到 那愛爾達有釋出 一點點的轉播 給華視跟公視 一點點 但是也是有一搭沒一搭嘛 所以我現在就在質疑說 為什麼 你錢都補助了 還是看不到 你為什麼不乾脆拿五億出來 你把整個 買下來 把權利金買下來嘛 給大家看嘛 對 公視來做主導嘛 對 然後現在他們就會攻擊我 這不有錢嗎 有五億嗎 有五億嗎 哈哈哈 這不沒有五億嗎 但是我們如果去質疑說 為什麼你補助了一億多 給那個臨日攻擊 對 那你一億多很多嗎 你為什麼要 你為什麼要打文化活動 哈哈哈 好啦 你每個人都有兩億啦 好不好 所以就是那個 那個標準就跟憲法一樣 就跟他們對憲法態度一樣 就是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對不對 所以 你每天要跟這些人吵架很累 你知道嗎 可是你不吵 他把邪魔歪縮就放在你頭上 對啊 所以就是 他就把他當主流了 所以台灣現在就是一個 大家都在搞認知作戰嘛 嗯哼哼哼哼就是一直在 每天都要 所以歷史哥你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累啊 真的真的 你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那個如果昨天大家有把那個 憲法法庭給大概看一下 你不用全看 因為八條真的很長 我知道 不是每個人都全看 我大概看了一大 不少了一個段落 我覺得很累是 你其實 你這些大法官腦子進水是不是 就而且我覺得最扯的是 因為現在就是憲法法庭 其實是訴訟話嘛 就是法庭話嘛 一般法庭話 那他把他一般法庭話之後就會 其實講白就是簡便雙方 或者是所謂的控辯雙方 就是原告被告 那相當於立法院 就是藍白這邊是被告嘛 然後他們是原告嘛 他就告你違憲嘛 對 那邏輯上來說 法官應該維持中立啊 結果不是法官這邊 從頭到尾幫原告在講話 嗯 我覺得超誇張的 就與法官一副是原告的 辯護律師一樣 而且最扯是 因為一般法庭就三個 對不對 這個書記官 然後這個主審法官 然後這個法官 這個審判長 審判長 審判長 這三個法官 對 陳審法官 那就是這樣 你要面對12個 一字排開 全部都他們的法官 我覺得真的超誇張 然後對方的律師有12個 那你只能請三個 超級 然後你看那個座位很好笑 那綠營的座位已經坐到觀眾席 他們還堆一排 那審不會我們都坐到後面去了嘛 對 然後這個藍白這邊的 那個前面那一席還坐不滿 因為其實人就不夠啊 我覺得這很扯 就 所以難怪吳宗憲不是在他臉書寫說 我終於理解到 什麼叫做少林足球 對不對 我主辦成這個主辦協辦啊 這個贊助什麼 求證旁證 求證旁證 主辦協辦 都是你們的都是我的人 我覺得 對民進黨真的是不言 我覺得很誇張 你 這實在 會傷害 不會傷害他們 他們是覺得無所謂 反正我就這麼 我大法官就這樣幹 他們 就是他們會兩全相害嘛 取其親嘛 就是 但對他來說 我覺得大法官這樣幹 對他們也沒什麼害啦 就被中間選民罵一罵嘛 但是他們 但是他們 靠著這個抗中寶臺 還是可以鞏固他們的基本盤 然後但是你如果 大法官沒有去宣布這個 國外改革法案違憲的話 那接下來立法院就可以去查幣啦 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是 傷害是更大的 我寧願讓你爸大法官 我寧願讓你覺得說 好像我們介入到大法官 因為這個他們會認為說 靠政治作戰 認知作戰是洗的回來啦 因為畢竟大法官 沒有被人家真的抓到說什麼 真的沒有抓到 這個就是有點自由行程 那當然 但是我們當然看起來 我們會覺得大法官 是真的很偏他們那邊 就譬如說 你說大法官去質問 我們這邊的代表 就是說藍白的代表的時候 那種口氣 感覺好像就是站在 對方的立場在質問嘛 可是當他們在問 問那個 原告原告是他們嘛對不對 的時候 那個視線方 視線方 我覺得比較少看 就是好像比較少看到 用類似的口氣 或者是角度去問嘛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當然 我覺得當然這個 我覺得大家都有 自己都很清楚啦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的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我選擇 KS皇家 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 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 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 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 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 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 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ue Your Care